与你遥远是永恒的缘 彩虹卫着千古不变 我要高歌为生命喜悦 万无可总比你慈爱 那地所说你的恩典 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要阅读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 爱是永不止息的 爱是永不止息的 好 我们去低头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 谢谢你这么爱我们 这么疼我们 主啊 求你圣灵陪伴着我们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 我们奉耶稣的名 把以下的时间都仰望 都交托在你的手里 哈利路亚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来看看 爱到底是什么 很多人呢 都说 I love you 我爱你 你爱我吗 所以呢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看 爱情不是电影啊 对不对 所以爱呢 对每一个人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那圣经说 爱是很久忍耐 又有恩赐 爱是不基督 爱是不自夸 不张慌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弄 不计算 人的恶 那 这个就是 圣经 和我们 解释的 什么叫做 爱 所以 一个故事 在某次集会的 灵修时段 带领者呢 要我们大声 朗读 哥林多 前书十三章 第四到第八节 并将 经文中的 爱这个字 换为 耶稣 那 我们当时 很自然的 就读了 耶稣 很久忍耐 又有恩赐 耶稣 不基督 耶稣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耶稣 是永不知习的 爱是永不知习 变成 耶稣 是永不知习的 其实呢 这个带领者的弟兄呢 同样在大声朗读一次 但这是用你的名字 期待耶稣 大家听到这样的要求 都笑得很不自然 为什么呢 带领者说 请大家现在就这样的做 慢慢的 这个弟兄姊妹呢 按着他们的 他的指示 亲生地义 怎么都觉得 听起来 好不真实 我 好比说 阿张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我是永不知习的 当我们读到世界 换成我们的名字的时候呢 真的 弟兄姊妹 我自己也很惊讶 我不敢念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做不到 如果一书是做到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学习爱 爱我们的家人 爱我们的丈夫 爱我们的太太 然后呢 记得 爱是什么呢 不计较他人 爱是不是为自己做的 爱是牺牲的 那这个世界的爱呢 对不起啊 很多都是西甲的 唯有耶稣的爱 是永恒的 耶稣的爱 是不止息的 我想告诉你个故事 有一对夫妻 青梅竹马 然后呢 结婚之后 生了两个孩子 过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有一天 他们两个人 两夫妻 坐车去外岛旅游 再回来的路程中 发生了车祸 太太的脸啊 被撞得真的不像人的脸 动了很大的手术 也是很难看 然后呢 丈夫 青梅竹马的丈夫 看到了这个太太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整整两年 她不能够接受 有一个女孩子 比她太太更漂亮 亲近了她 那最后呢 她跟她 青梅竹马的太太 理分了 为什么呢 她不能够接受 她的脸 已经被撞了 不像人的心了 那你说 这是真的爱吗 所以人的爱呢 是有条件的 有的时候 人的爱呢 是有需求的 人的爱呢 是吸假的 唯有 唯有 主耶稣 基督的爱 是永不窒息的 圣经说 当我们还在 罪人的时候 耶稣 已经为我们 死在 十架上 这个是多么大的 多么伟大的爱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有什么难题 你有什么问题 记得 不要放弃 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他一定会帮助你 度过你的难关 度过你的一切 什么能压力 你的痛苦 好 我们继续做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今天的话 让我们明白 你的爱 是永不窒息的 你的爱是继续的 实现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主啊 我们爱你 求你原谅我们 让我们也学习 怎么去爱他人 因为我们是你的子女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自立的花 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堂的鸟儿 从来不为生活吧 自爱的天父 天天都堪顾 他更爱是相人 为他们预奔永生的路 嗯 六月里的花 穿着美丽的衣裳 穿着美丽的衣裳 天空的飙温 从来不为生活吗 自爱一天 天天都堪固 他更爱世上人 为他们预备用生命 感谢观看